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考古是一门科学严谨的学科 面对各种古代遗存和遗迹 考古工作者需要用最认真最细致的工作 科学面的记录和获取各种古代信息 真实的考古田野发掘 并没有太多的神秘 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的工作流程来推进的 偶尔意外发生的状况 也会打破这有条不紊的平静 科学院的实 분 科学院的学校 科学院的实朋友 进一些细 2019年的夏天 安徽的考古工作者 正在对合肥市长丰县的 一处宋代家族墓葬群 进行考古发掘 这批物葬的形式都为于砖石墓 结构坚固 装饰精美 装饰的非常漂亮 比如说它这个南北两个窗户 每一个墙面上都有两个灯台 它内部装饰除了 专雕的两扇窗户之外 墓室的后部有一个后门 也是专雕的 内部的斗拱结构是非常壮观 非常奢华 也非常有特点 M14号墓葬 是整个墓地中非常特别的一座 墓框为长方形 南北长5.3米 东西宽5米 最独特的是 M14号墓葬专石墓室的外顶部 为平顶结构 这是全国同类别墓葬中的 首次发现 为了完整地保存墓室结构 为了防止在工地停工期间发生倒扰 也为了防止墓道两侧发生坍塌 考古队员用纱带 填充了M14号墓葬的墓葬 2020年初 由于新冠疫情的到来 考古工地的复工时间 向后推迟了好几个月 当考古队重新回到工地的时候 队员们发现 M14号墓葬的墓道 积水状况比较严重 清理墓道沙带的同时 抽水的工作 也一刻不停地展开 2020年5月下旬的一天 正当考古队员们 对M14号墓葬的墓道 进行清理时 意外发生了 仔细观察之后 考古队员发现 墓门外墓道两壁 墙体坍塌的原因 在于土壤积水后 带来的土质松散和压力变化 队员们随即 对M14号墓的墓道 做了人为降坡处理 目前是在做降坡的一些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这一块 墓门还是保持得非常完整 我们之前在上部做了支撑 因为这一块地下水位非常高 去年年底沙带把墓门封堵之后 地下水我们就没办法 采取降牌的措施 所以地下水一直 把墓道这一块泡在水下 我们把沙带取掉之后 泡水那一块坍塌得非常厉害 上次从这里掏一个洞 然后我们用水箱头 就是放进去 来探水箱里面的体 最终 考古队员克服了 他方带来的困扰 通过墓门进入了墓室 经过仔细的观察 队员们得出结论 M14号墓的砖石仿木结构墓室 保存情况良好 是宋代建筑考古中 不可多得的珍贵地下遗存 实际上 从20世纪20年代 中国的田野考古事业 照实发端以来 对于常年在野外 从事考古工作的队员们来说 发掘清理过程中的 他方隐患 就一直是要面对 和注意的危险 今天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田野考古的手段 越来越先进 但是 他方的危险 仍然是每个考古工地 都要加以防范的安全隐患 在田野发掘工作中 工作面的他方 会带来直接的人身伤害 也会严重影响到 发掘工作的进程 有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他方 能够将考古工作者 几个月的辛劳 化为乌有 1970年的夏天 山东省邹城市中兴电镇 上寨村的考古工地上 考古工作者 正在对明代鲁荒王大幕 进行考古发掘 发掘之初 考古人员发现 墓葬所在的位置 深入山体之下 为了安全起见 避免塌方 人们特意把发掘的工作面 设计成半圆形的 弧形炫顶结构 两边的墙壁垂直于地面 山体上方的压力 可以均匀地传递到两侧 从而确保工作面的安全 考古队员的目标 是找到大墓的十支墓门 很快 发掘的工作面 就向山体内部 前进了二十多米 随着深度的增加 考古队员发现 楦顶的位置 开始由土块掉落 洞内的土壤 也越来越湿热 部分位置 也发生了土块塌落的现象 当工作面推进到三十米时 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塌方 大家对他们觉得 太危险了 就停下来 有一次我和这个 当时一个周杰文博 都被驱使了 那俩一致 那俩一致 从前到后参加这个 这天你能不能看到吗 那那个收点 就到那个菜底 那个地方去 端竟是个什么东西 用收点一掌 怎么流着有水 后来一看看 这个水流到孩子的门肉 就是流里挖看来了 哎呀 这才看到 这当时 房向外面挖里了 单身从门肉过去了 从门肉上面过去了 女人有某多神吗 她不知道在这 门肉这个 底下多神还不知道 找到了木门的顶部 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与此同时 考古队员也在考虑 他方带来的危险 经过讨论 人们决定 从木门上方 以现在的位置为基点 向下发掘探方 最终找到木门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 这个探方的深度 已经达了二十多米 开口的长宽 也达到了二十五成二十五米 口大笛小 如同一个巨大的漏斗 时间进入1970年的7月下旬 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 木门的位置 这意味着发掘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就在人们感到欢欣之时 工地上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由于进入雨季 探方内的积水越来越多 考古队调来了抽水机 希望能够尽快排干积水 但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遇 还是发生了 早点起来 那天回头海河过来 那个便利哗 下来没了一个停 没了一个停了 开始下来 说我一停 比如那雨一停的时候 刚才就后山上跑啊 我们脚趟在边上 哎哟 还没站出来 我就看那个 放那个抽水机那个 就要回来 刚才拽那个地方 挪了还不到一两米 哎呀 哄就下去了 那一关厨房 喉咙喉咙喉咙 一会儿把那个 就那个 我说那个中间那个房层啊 七八米啊 八九米啊 一会儿天死完了 没事儿都天死完了 天死完了 万幸的是 这一次塌方 没有造成人员的人身伤害 直到一九七零年的十月 北方地区的雨季过后 发掘清理工作 才重新开始 尽管遭遇了塌方的波折 当这座明代亲王的大墓 被发掘清理完毕之后 考古工作者 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各类精美的文物相继出土 有的甚至是当时国内的 首次发现 例如这件九流年 直到今天 它仍旧是全国唯一的一件 亲王等级的冠冕类食物 它和沐藏中出土的 其他文物一道 为人们研究明代的藩王制度 政治经济状况 和科学公益水平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和历史信息 综合而言 在野外考古发掘工作中 造成塌方的原因 主要在于墓葬的结构 深度 土壤的成分 和发掘时的天气气候条件 中国古代的墓葬 随着墓主人身份等级的提高 许多墓葬都采取了深埋的措施 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大墓 深度可以达到十几米 如果当地气候相对干燥 土壤相对松散 当考古发掘 到达地下十几米的棺果面时 墓室的墓壁 极易发生塌方 在雨水较多和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 发掘工地的墓壁土壤 经水浸泡之后 也容易发生坍塌的现象 南方地区潮湿多余 野外考古发掘 经常会遭遇漫长的雨季 在这种天气条件下 墓壁发生塌方的概率 大大增加 有的时候 也成为发掘工作中 伴随始终的困扰 2015年秋天 湖北的考古工作者 正在对位于湖北省早阳市 郭家庙墓地的曹门湾墓区 进行考古发掘 这一处墓地 是一处西周晚期 到春秋早期的 增国高等级贵族物葬群 2015年10月16日早晨 墓地中的二号大墓 出现了垮塌的现象 考古队不得不暂停发掘 集中人力 搬运出垮塌在木坑中的泥土 二号大墓 是此次发掘的重点 一年之前 考古队员在二号大墓不远处 成功发掘清理了 编号为一号的另一座大墓 根据出土文物综合判断 墓主人应该是一位 春秋早期的诸侯国 增国的国君 现在正在发掘中的二号大墓 墓主人被怀疑是 这位增国国君的夫人 考古队员都对这座大墓的发掘 充满了期待 每年的十月份 通常是湖北早阳地区的雨季 考古队员一直在担心 雨水对发掘工作的影响 让大家高兴的是 一个多月以来 天气显得格外晴朗 很少有雨水光顾 趁着天空作美 桃谷发掘的进展 也显得异常顺利 我们现在发掘的墓 墓就是二号墓 这座墓目前下降深度是六米多 那么这座墓 看它的深度是八米 现在已经快接近墓石底部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2015年10月25日夜里 受到长江北部地区 大范围降温的影响 人们一直担心的降雨 还是到来了 雨水到来之后 考古发掘不得不再次暂停 首要的任务 是尽快排出木坑中的积水 郭家庙墓地所在的湖北省早阳市 地处长江流域 土壤本身的含水量就不低 如果在被雨水长期浸泡之后 受力状况改变 急易发生垮塌 这是队员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意外 令考古队员们哭笑不得的是 上午才刚刚清理完 二号大幕中的积水 中午一过 雨水就再次来临 这就是考古发掘中的艰辛与无奈 这一场雨一下就持续了两天 雨过天晴之后 考古队员还是目睹了 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墓壁踏方 在考古发掘当中 我们最怕的 最担心的 也就是下雨 经过两天的这个下雨 现在是墨坑里面积水比较多 那么雨水的这个 对墨坑四周里这个有金属 所以考虑了这个墨坑的 这个蓝笔和白笔踏方 那么垮了那么大一块土 那么这一大块土啊 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从十月下旬开始 雨水频繁地光顾考古工地 几乎每隔两天 队员们就会遭遇一次降水 这给发掘工作的进度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防止墨壁积水坍塌 排水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 这个是51毫米 这个是51毫米 我现在清理的就是把这个顶 给它取出来 这个顶的位置在这里 可能是它之前那个坑里面 那个流水 它这里流水比较多 从里面滑坡滑出来的 这里面还在浸水 2015年11月10日 考古工地遭遇了开工以来 最坏的天气 从这一天开始 这场雨一连下了十多天 队员们只能停止发掘工作 等待天气状况的好转 11月26日 降雨终于停止 这些综艺晃晴的 最二几天雨下的 好好改造一下工具环境 久违的晴朗 又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考古队员们 也准备重新开始工作 这就是南方地区 野外考古发掘工作的 一个缩影 面对频繁的雨水 和由此导致的塌方危险 考古工作者排除种种困难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兢兢业业地进行着 发掘和清理工作 在雾坑底部的迷念中 小心翼翼地提取出细小的文物 留存住最宝贵的古代信息 2006年11月 河南的考古工作者 对南洋丹江口水库区域的 一处楚国贵族墓葬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在这一次发掘工作中 考古队员与他方进行了反复的较量 南洋丹江口水库 丹江口水库 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 与河南省南阳市之间 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 2006年秋天 考古工作者在日常巡查时 在南洋市西川县仓房镇徐嘉岭 移出水库边的小山坡上 发现了盗墓活动留下的迹象 经过现场勘察 人们在这处山坡上 发现了三座墓葬 都存在着被盗掘的迹象 过了两天 就在考古队员第二次 回到现场勘察时 竟然再次发现了盗墓分子 准备进行盗掘的迹象 应该是同一天 他们有人有给他大流探口 包括电流那个 装备回电流地 估计他也是在找这个范围 你发现这肯定这个 这都严重了 这肯定是有人要 向这个解冻的都要再盗 考古队员立刻联系了公安机关 经过连夜蹲守 成功地制止了盗墓行为 现场抓获了三名盗墓分子 让盗墓者如此寄予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墓葬 经过细致的勘察 考古工作者发现 徐家领的这三座墓葬 年代久远 具备一定的规模 其中的一座墓葬开口 呈甲字形 墓葬长度接近20米 拥有一条宽3.2米的墓道 综合现场情况 人们初步判断 这是一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 由于墓葬结构已经遭到破坏 2006年11月 徐家领墓地的抢救性发掘工作 正式展开 三座被盗墓葬被编为 M11、M12和M13号墓 其中的M11号墓 正是规模最大的 那座甲字形大墓 发掘初时 考古队员就发现 由于墓葬所在的位置 紧邻丹江口水库 地下水位很高 土壤结构松散 在发掘墓坑的过程中 很容易引发塌方 丹江这个图最容易塌方 你都挖移民那个池 等级要是不关它 过不了一星期都会踏成院 2006年11月3日 星期五 晴 今天上午开始清理耕土层 耕土层为黄褐色 土质松散 玉水发年 包含物有砖瓦碎片 生火垃圾 植物根须等 该墓葬地势西高东低 用工24人 经过勘查 考古队员发现 M11号木葬的深度 接近了10米 考虑到丹江口水库附近 独特的土壤状况 他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为了消除这一隐患 考古队决定 对木葬开口的工作面 进行扩方 以此减轻物壁土壤的受理程度 减少垮塌的概率 当时设计的外垮了 外垮了2米 放这儿垮塌塌 就是木口一边 外垮了2米 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之后 M11号木葬的发掘工作 进展迅速 木坑口大底小 木壁呈多级阶梯结构 根据暴露出来的迹象判断 这一座木葬的牧主人 应该为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 但是 令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是 就在发掘工作面 接近棺果面不到一米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2006年12月14日 星期四 晴 南壁昨晚塌方 长180厘米 上午对木室四壁进行加固 用横桩加固法 北壁三根 西壁两根 木道两侧各一根 下午继续清理木室内填土 咱们大概是在 发掘到七八米城的时候 有一次探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hours 但是就在墓壁加固工作 结束后的第二天 正当考古队员在墓坑里 忙碌的时候 塌方竟然再次发生了 当地有一个村民小组长 他年纪也比较大 也比较胖 他不下去 具体去发掘那个土 他就坐在那儿 看那个木框周围那个变化 大概下午四点多钟 他觉得不对 看到墓壁上的土壤 出现裂缝之后 这位村民立刻大声提醒了 墓坑里的工作人员 毕竟是山里人整天走山路 腿脚都领 就那一个梯子 八九个人不到一分钟 全上来 紧接着就是墓室的西北部 一下子下来了多少方土 把已经挖好的墓葬 掩埋了一半 接连发生的塌坊 意味着M11号墓葬 下一步发掘工作 面与着更多危险 尤其是第二次的塌方 说明用建材 加固墓壁的做法 并不能消除垮塌的隐患 根据这种情况 考古队经过研究 决定在现有的木坑 开口基础上 再次进行外扩两米的 扩方作业 面对木坑多次塌方的险情 考古队员采取种种措施 终于解决了 墓壁坍塌的问题 在此之后 发掘工作顺利进行下去 经过细致的发掘和清理 队员们在M11号墓葬中 提取出大量 珍贵的文物 明镜是什么呢 M11号物脏的清理工作终于完成 考古工作者从这一座物葬中出土了大量文物 也获取到许多珍贵的古代信息 在两个多月的野外考古发掘工作中 考古队员忍受着艰苦的生活条件 克服了他方带来的危险 最终取得了丰硕的工作成果 这令人感慨的一遇 正是无数中国考古人 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的缩影 这就是考古 一代代中国考古人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在野外 从事着单调而艰苦的发掘工作 在收获喜悦的同时 也会遭遇到意外发生的危险 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流程 将这些意外一一化解 每一件文物 每一份古代信息的背后 都凝聚着考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 也见证着制风物语的毅力与艰辛